詞曲 李宗盛 我一直都想對你說 你給我想不到的快樂 像宇宙给了沙漠 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 做我的更多翅膀 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我愿意我也可以 付出一切也不会可惜 就在一起看世界流逝 要记得我们相爱的方式 就是爱你爱着你 有悲有喜有你 平淡也有了意义 就是爱你爱着你 甜蜜也温馨 那种感觉就是你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 像宇宙给了沙漠 说你会永远陪着我 做我的更多翅膀 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我愿意真的愿意 付出所有也要保护你 在一起 在一起 就是爱你爱着你 放在你手 是灿烂的幸福全面 就是爱你 就是爱你爱着你 放在你手 放在你手 是灿烂的幸福全面 就是爱你爱 要我们在一起 我就给你 就是爱你爱 要我们在一起 要你爱着你 我就给你 就是爱你爱 要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就是爱你爱 我都愿意 就是爱你爱 我都愿意 我们在一起 就是爱你爱 我都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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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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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多年前 跟你手牵手 你都害羞 都不敢抬头 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 你就是那么的纯净 直到你收到上班的通知 但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 不只为你而高兴 还为自己忧愁 只好就放你走 不明白 不明白 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 舍不得 这个爱 你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 我明白 我明白 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 可是我已不在 爱情的一开始你不能适应 那个满满有潮的环境 一个小镇的姑娘到了大城市 你一定听过这故事 当你最寂寞的时刻 我陪伴你 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 自己矛盾着死心 让我每天忧愁 只好就让你走 不明白 不明白 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 舍不得 这个爱 你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 我明白 我明白 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 可是我已不在 我明白 你永远存在 你永远存在 我明白 我明白 还记得一年前 站在火车站 看着自己的悲剧宴完 走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 到车头依然吐着烟 听说现在的你 只能打几厉 前途好比善良的星星 我只希望 在所有能够让你唤醒 我才能放心 走 不明白 不明白 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 舍不得 这个爱 你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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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 可是我已不在 oh no no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 可是我已不在 oh no no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 可是我已 我也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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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在 我不明白 一生一世不会了开 小镇子娘小镇的姑娘 小镇小镇小镇姑娘 小镇小镇姑娘 小镇姑娘 baby 你永远不会明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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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understand 终于明白你变成回忆 没有言语能够说明到别人问及 铺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 也无法再继续 像爱抚在街头的某种气息 无意间经过把网热笑与泪勾起 忽然心中的无法再压抑 原来从未忘记 铺了一段旋律 整个不停 爱过你 有太多话忘了要告诉你 我还没问题 无数动人应付在我身体 心灵爱过你 失去你我才知道要珍惜 每个人在我身体 Forcebook 当时无法为你写的那首歌 卻是我永遠的遺憾 當愛失去 如果所有 喔 晚上好 準時 還好嗎 剛才有在放歌 剛才有在放歌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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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那个歌也太老了吧 我不是 陶泽的歌你居然上来就嫌弃的吗 不是嫌弃 就是正好听到我听过的歌 我觉得这个歌好老啊 怎么办呢 你看他居然这么嫌弃 没有啊 老但是不影响的好听是吧 好听是好听 就是有年代感的 太有年代感的 挺久远了 但是他们也不一定觉得老啊 干什么的是不是 好像还是老歌好听一点 一直都在 不是说他好不好听 不是说老歌好听 然后一些新生代的歌不好听 而是说就是怎么怎么说 你有点一个就是特定场合嘛 就特定场合 一个什么特定的一个情况的一个一个情况下面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 就就有还行 就那种 然后但如果说是你在室内要听陶泽的歌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在室外听的时候的话就不一定能好好听 为什么因为他就有一些歌他就比较适合很安静的来听 是不是 你知道我要是在室外我也不会听那个陶泽的歌啊 因为室外真的很吵 很很难 呃 就是情绪共鸣这些东西 把流显共鸣是写的歌里面 你们是说melody嘛是吧 嗯 对啊就是melody 人家一看 你的男女朋友 之前是男女朋友写的很正常是不是 我是歌手我也会活 别说什么的 是吧 那那时候就是谈恋爱干嘛的 爱的上头是我 我也我也我也写 对啊 长大不是也写了吗 长大不是也写了吗 不是很正常 对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环尿啊 他们俩都不是他们俩都不是做 就是就是那种创作 创作型的都 情歌都写 人家陶泽写歌材质 人家凭什么凭什么不写吗 是吧 不是 长大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橘子汽水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首歌来着 Sweet啊 啊对对Sweet 就不是写的写的一套一套的 对啊 就你们这帮人的一点原则都没有 放在他俩身上都能接受 放在别人身上就得考虑一下 嗯我给你讲就是 市面市面上面真的有太多一些情情爱爱的一些歌 所以所以我说实在也并没有那么喜欢那个 嗯 明白我意思吗 没有 就没有那么 说啊 然后然后就觉得怎么样 你要是听那个 你要是听 怎么说呢 你要是听 老就是听这种情情爱爱的歌 你听老歌才有味道 就是现在的年轻的唱情歌这块 也不是我说什么是真的有有有一点点的小拉胯的那种的 嗯那是 就是你你感觉会你会会感觉没有厚度 就是那个歌词也好 然后唱的旋律也好 都没有以前的好听 以前的很耐听 对吧 你说你零几年的歌 你放到现在听 那还是很好 就是 我是说 如果说你是说是唱情歌什么之类的 呃 情歌什么之类 我是比较推荐就是以前听以前的老歌 因为以前的老歌 一个是 一个是情绪到位 然后歌手的 也 歌手也到位 是吧 歌手他也到位 然后 嗯 然后 然后把你其他的一些 怎么说呢 你你 我发现现在就是新生代这里 唱这个 就听歌啊 唱歌啊 这么之类的 真的没有那么的 对 就是你们想的那样就没有那么的 有厚度 嗯 他应该 咱们应该要 要减脂吧 肯定后期应该要减脂吧 减什么 他说他他说 郡子最近瘦了好多 好多 阿姨没给他补补 他是不是不能吃太胖啊 嗯 你们就没想过有一种东西叫苦夏吗 也是 我自己都吃不了 你别说别人 热也有可能 对啊 太热了 你吃不定 吃不定什么东西 哎呀 你 你这天气 你自己饭 你自己都不想吃 哎 刚好 这种时候又什么 又健身的干什么的 什么叽叽巴巴的 哎 是吧 又什么减脂什么之类的 嗯 这两天应该好一点 没有之前那么热 但是很 还是挺热的 是啊 那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因为太热了 然后他也 不太好吃啥东西 然后就会瘦 他运动嘛 那得运动的话 吃的少 再运动 不是更加瘦了吗 哎 你你怎么说呢 怎么 你你怎么说呢 真的 你就很 有时候他也跟 也跟天气有关系的 有时候也不是说不吃 那种 嗯 嗯 看他多少 还是得吃一点 至少 吃是会吃啊 吃是会吃啊 只是说 只是说 可能有时候他 有时候 有 有 有些是真的 胃口没那么好的 这么骗 你妈在家 以前你妈 你妈用 吃饭都用盆的 那个不锈钢的盆的 其实天气热 他也 他也不吃 他也不用盆了 是吧 就是 就是 对 你能吃得多吗 你 嗯 就觉得自己 好像也挑死了 那种 其实 纯粹是天气问题 然后 你看这种 夏天的时候 你吃少的时候 也并不会觉得 也并不会觉得 啊 然后饿啊 还干什么的 你们发现吧 对吧 是 夏天本来就吃的 不是很多 对 就是那个热量消耗也大 吃的不多 然后一个就是 你只要水分呢 还有一些 就是一些基础的营养 跟得上 基本上行的 哎 真的 苦夏的人 真的是挺辛苦的 嗯 是 对啊 你妈之前吃饭的时候 都是用那个 不锈钢盆的 真不开玩笑 嗯 他之前发过啊 就是那个 演那个小月的时候 哈哈哈哈哈哈 吃饭了 是不是感觉 好像胃口好好好 那种 你看着吃饭 你就觉得好香 吃两盆饭 然后还喝 喝两三杯 那个奶茶呢 不是 你 你还会 就是还会觉得 就是 就是感觉 他胃口好好好 那种 对 然后我们都觉得 他好可爱呀 哈哈 不是 关键还是那个 不锈钢盆 那个我也看了 我也觉得好好玩 那饭盆 就知道 他好可爱 我还第一次 见到这么 不见外的 哈哈哈哈 是啊 他真的用饭盆 确实 男生吃饭 确实用饭盆的多 就是 本来饭量 就比 比女生要大很多嘛 对 那吃 确实吃得多 他干嘛了 没有 他们说 怎么感觉 最近我爸 是不是在 那个 说你爸 在 是不是 在 在 那个 颜子 颜子 干什么的 我说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只是 胃口不好而已 对呀 他现在 作息都不规律 对 做息 首先一个 一个是 作息不规律 还有一个 真的是 这天气 想要多吃一口饭 都是很难 咽下去 然后 我们就说 每天 每天还有这么 这么浓的果汁喝 是吧 然后就说 咱妈 用盆吃饭 他现在也 也不能用盆吃饭了 也吃不了那么多了 你妈 估计也是因为 你爸 饭少 什么干嘛 才又想折腾 这些东西 嗯 反正不是因为 他自己的兴趣 有那功夫 躺会不好吗 怪热的 有那功夫 忙的又不是他 是汤啊 汤忙 我有时候就觉得 你们汤麻辣骨 有时候真的不把 你们汤麻辣骨当人 哈哈哈 这个水果还要 偷来切 真的是 就是 就是感觉好像 你 你爸 跟 就是 你妈干嘛都行 然后 是吧 然后反正 火火完了 然后有人收拾就行了 那谁收拾啊 汤麻辣骨啊 是吧 哈哈哈哈 闪着什么 闪着贤惠的金光 哎 行吧 我都说了 这种就是 我最近会比较爱沉默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 有些话也确实 远不好远 你没有这个高度 是吧 对呀 还没有这种觉悟 他们说最近 呃 不是 明红桃 明红桃出了那个 他们的 那个年报 还是什么东西的 说 狐妖赚了还蛮多的 就是 反正是赚钱的 啊 我没 我之前没有说亏呀 对呀 就是说 他现在是出了那个 应该是年报吧 还是 反正就是 写了 就是 狐妖是赚钱的嘛 因为什么 招商啊 等等的 一系列是赚钱的嘛 对呀 我没 没有 你 你 你爸的 我之前没有跟你们说过嘛 你爸的剧 呃 所以他是 招商的一个 PPT神兽 就是这样子 就再烂的剧 你不是说大传嘛 但是他不 他起码也不亏 是的 然后就有一群 又有一群人在那边 酸嘛 酸鸡的 就在说 哎呀 这个这个剧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怎么烂 也也也有人喜欢什么之类的是吧 对对对对 正常 正常 这很正常的 什么 什么 采用 对说 胡妖赚了 但是迷惘好 股价跌了 你知道吗 嗯 你这一向来都这么迷惘呢 我其实我跟你讲 有时候经常看不懂他们这些公司 但是但是就是起码爱奇艺它是比 有酷的边会比较尊重作品的 你这个这个是实话 确实 确实 对 他现在就说是 是那个咱们一帆姐 一帆姐拉的广告 就是一帆姐那边说 哎呀说 播剧的时候没没见到男主的粉丝过来什么什么什么的 现在出财报了 说这个剧转了 男主的粉丝又过来怎么怎么样 又来 意思就是又来贴金了 什么什么东西 那没事嘛 你下次用你姐 让你姐去招商不就行了吗 对对 不是啊 用你姐去招商就可以了 多简单的事 然后然后又扯出来就是 我们就上次说嘛 说那个 暗和不是有有那个 是女舞啊 加戏嘛 然后说好像国务那边一直在闹啊 什么什么东西的 要求 要求那个 暗和 就是回应啦 什么什么东西的 然后说可能 闹得比较大 然后呢 就说可能会影响 就是 咱爸后面的剧 我想 我说这个事情 首先 咱们粉丝也不太重要 这个 再闹 人家该加戏还是加戏的 那有什么用呢 他不是说 为什么会说影响你爸呢 闹闹 随便啊 不知道啊 就是传是这么传 说 会影响你爸 会影响你爸的戏 能影响你爸什么 你爸他该是男主还是男主 那他有本事把你爸的戏给杀了嘛 你把那个 把那个什么 那个 片丑 你给我解清楚就行了 那是 是吧 你副片丑 副完之后 搞到好像 搞到好像这个剧组里面 工具话语全很大样 哎呀这个 这个演员不许上 哎呀那个演员不许上 哎呀今天要加投资 今天要减 减少投资 他又不是制片人 他又不是出品方 他只是男一号 是不是 成品的东西 呈现出来的时候 他只要干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就是好好把剧给拍好 把剧给拍好了 然后呈现出来的一个作品 他不负责 没有办法 因为不是他剪辑 他不是导演 他又不是编剧 是吧 就是谁给谁戏多 给谁戏少 你好像 好像搞到好像 工具能说的算一样 有时候 有些人都都不明白 什么 什么叫 就是 就正常 对呀 我说外面有这个船嘛 我说 这个剧 他除了拍戏 他还能干什么 对吧 他又不能选角色 他也不能去剪辑 他也不是制片 他也不是导演 你怎么 他就是 怎么影响呢 对他就是收好片酬 然后好好把那个戏给拍好 成果怎样的一个展现 之后真的 也不是他说了算 是吧 对呀 而且就算 就算模糊去闹 去弄 那怎么样了呢 你这个戏 该怎么拍 该是男主还是男主 有时候我就是 就不是很懂这些逻辑 就是有时候就觉得 脑子是不是多少有点坑 不是 闹就闹啊 就是主要是 主要是闹就闹 为什么会说会影响你爸呢 我就说 就是这有什么影响 他该是男主还是男主 好像就是闹了以后 闹了以后 工具人就是从男主 就说可能会影响他下一部剧 我说这下一部剧还没影呢 下一部剧还没影呢 哇 我跟你讲 我是 我要是制片方 就是我要是那个制片方 我知道工具要 马上要接下一部戏 他有空了以后 我跟你讲 立马PPT 对啊 你这不废话 我就说 现在哪个剧组 巴不得他演 对不对 他演了 你至少能保证你不亏 反正 钱的事情 谁也做不去啊 现在就是 投资这边或者是开剧这边 想的一件事情 你就是工具赶紧出主啊 你想什么东西啊 你还看什么 说什么 哎呀粉丝那么闹 会不会影响他后面的剧 说后面剧有在接触 然后如果影响不好的话 会怎么怎么样 我就觉得很奇怪 人家资本又不是傻子 资本是看你粉丝还是看你人啊 当然是看你人了 你去演了 你不管 就算你不演 你去混个 混个那个PPT 混个招商 人家都乐意买单 对不对 人家之前那些 什么综艺啊 什么东西的 不是天天都要说 你要工具吗 对吧 他过来打了一个你腰 那就是代表就是 有这个 有有有有其他的可能 对吧 那就可以去去找招商了呀 没事 有时候我就觉得经常 因为你爸的一些事情 你就会经常会看到一些 蛮好玩的事情的 嗯 我还记得 我们上次不是有说过一个PPT吗 就是写了他的 写了他的那个名字 哈哈哈哈 那个现在想想还搞笑 对啊 那他还没有这个戏没拍完 他不可能再谈 他可能现在肯定是有接触 说要谈后面的工作 但是这个剧没有拍完之前 肯定是不会不会去接的嘛 那你看他拍完戏以后 再看他到底选哪一个了 对吧 他要看他自己啊 对我说粉丝再怎么闹 蘑菇再怎么闹 他也影响不了什么呀 说决定的人又不是看蘑菇的脸色 看公俊的脸色啊 对不对 公俊想接就接 不想接就不接 对吧 但就算他不想接 你粉丝再怎么弄 他也不想接呀 对吧 没事他妈高兴就好啊 哈哈哈哈 哎呀 你觉得挺好玩的 就是就是 就有有时候有一些传闻 能干什么呢 你就觉得嗯 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 这些讲的消息呢 怎么说呢 我觉得 就感觉有点不太 不太聪明的样子 就是就是你说实话 这个这种消息都两三年了 都到现在了 如果还有人在相信这个消息的话 我就觉得你这两年一点都没有长进 你知道吗 每次每次一有什么事情 都会传哎呀 说什么这个影响不好 那个影响不好 会影响他可能会掉 掉这掉那 掉这代言 或者掉那句 就很奇怪 我说这种东西 你都已经讲了三年了 你看他哪一个掉了呢 对不对 他们说蘑菇里面有黑吧 蘑菇里面我就没觉得有一个正常啊 那我觉得蘑菇 可能都是黑吧 没有没有什么 蘑菇你觉得有正常的 为什么说话蘑菇里面有黑 有正常的吗 我很想问你 你见过正常的吗 我没见过哎 没有见过正常的 所以所以 蘑菇每次 每次现下 还是 你知道他们 他们每次去现下 都必须得买 买那个帽子 就是那个 很丑不垃圾的帽子 不买 就不准追现下 哈 嗯 是那个 他们卖那个帽子 还有红色和蓝色之分 区别 知道吗 因为是两个人 两个不同的大粉在卖 知道吗 知道吗 然后说 然后就说那个 参加活动 必须得买那个帽子 然后参加活动 然后呢 还有那个 那个旗子也是的 然后每次都是卖帽子 每次都是卖帽子 嗯 咳咳咳咳咳 这有一点点的一言难听 咱们来吧 没有啊 我不问你去吧 不是他突然间停了 我还愣了 我刚才问他怎么愣的 没有 我今天赶上大暴雨了 就是你没地方躲雨 我还用车 就是坐后面坐着我的妞 我到家的时候 我鞋坑里面都已经水都漫出来了 刚洗完澡 活过来了 就是眼睛 那个雨下的 把我的隐形眼镜冲飞了 我前几天 你也是 就是骑电 带雨出去骑电动车的嘛 那雨下的触不及防 你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嗯 真的 然后你猜怎么着 我在那淋着雨 往家 往家骑的时候 我嘴里面大喊 真的是 这个天 爱你爱的好深沉啊 你赶紧 你不告诉我 你就许我 我不用 我那种情况下 我还学你 你已经变成我的口音了 好不好 嗯 不是 这种东西还能 还能 就又不是一直在身边 耳濡目染的 你又不是在我这个环境里面 你这也能被传染 只能说你意志力不够坚定 反正就是你有毒 对 反正我有毒 是你意志力不够坚定 谢谢 反正就是你有毒 这么多人 给KK说话 KK也有口头语啊 我怎么就不学呢 因为我 不需要 就是没有什么特点 你有 你可有特点的 但是我不打算总结 说完了以后 你就不能 你就不那样了 就没意思了 让我牛 就是进门 他先光着脚进门 去拿了一个大盆 我站着玄关 把自己扒光了 围个浴巾 等着他洗澡 刚才我觉得 我要发烧了 然后洗完了 现在还好 放过来了 T哥 他还是不错的 T哥还是不错的 嗯 那是相当不错的 打一下天的风 天上的星星 小地上的雨 你在哄谁啊 我没有哄谁 就是有点想阿玛了 我觉得 就突然间有搞的话 是吧 嗯 就是也希望他就是 这样大溜天的 这样岁月静好的生活 也挺好的 但是都三年了 你别提这个 我提这个 我也觉得好久 哎 你别提 你提这个 我也去待 我是真的没有想过 我也要待这么久了 哎 就上个孩子 都可以上幼儿园了 对啊 有四根 有四根 好久没跟四根聊天了 好久没有了 对啊 我我我我心 我心里就是很心 很心晒的一个点 就是 就 就是 哎呀 就 拿一圈 就好像被绑死了 是不是 然后 然后 你说 怎样吧 好像 也 也没怎样 对 也没怎样 我们也没法怎样 咱就是说 你看看那个小红裤子 我就 哎呀 又勾起来了 嗯 嗯 我的意思不是 就是制造焦虑啊 没有人会比他们两个更急 没有人比他们两个更需要去管理情绪 所以我觉得 就阿爸 现在这样 第一个 他不能 他不能 就是像以前那样舞 他越来越稳重 可是吧 他也是按捺不住 他有的时候 还是想 把另外一个人的那个痕迹挂在他自己身上 所以他现在操作就越来越骚气 比方说 比方说八杂那天的纪念日 他大热天的 他把那个戏服的礼衣给裹在里面 然后外面还套了一件防晒服 恒天四十度的天气 他前一天穿短袖 这天他穿两层 咱也不知道涂啥 后来我看守夜我才发现原来三年前的那一天 他穿的是一样的衣服 我是刻不明白 但是守夜里面自然有保卫 有咱家的人 那个内搭是吧 他里面穿那个内搭 对就是 白色内搭 然后特地穿了一个外套在外面 大热天的 平常也没说一定要那样 他的头型也没说 就是没有一定要 有什么不方便 因为是好几天的 就他一直都是那个发型 就那一天 阿姐 他就那一天里面穿了那个 阿妈按铃口的那个同款的内搭 都不明白 把色很抖 关键他晚上的衣服是黑色的内搭 不是白色的内搭 就很奇怪 就像你做完了那个练习题 然后老师又给你处理到没见过的题 对 他真的很会分散注意力 就是别阴谋 都在呢 都在呢 我懂 我都懂 我也get到了感谢老父亲的爱 但是呢 就是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总是 就是这牙齐就很凉 要稀稀的那种感觉 可以说的 没错啊 要是结婚 现在小孩都要准备去上热月了 大家能 可以报名了 对啊 都要去报名了 然后呢 然后呢 那个红裤子 蓝裤子 就更别提了 咱说牵强版也是 那 这么沉闷的天气 colorful一点也是可以的 可是好香哦 那个裤子 他 那个红裤子 太像 他有一天 前两天有天上班 穿着一个红色的运动裤 然后就 他有一个贴面膜 的 对对对 嗯 上面白T下面是红裤子 侧面有个白条条 我知道 就这种衣服 我平时不是他穿的 反正不是同一件 但是很像 行吧 哎呦 我 你们聊这个我就有点 就是 接不上话 你接不上话 我们上哪聊 现在 不是啊 就是 那你们 你们每次 聊 聊这种同款 然后干什么的时候 你们见我插过话 也插不了 因为 我不是说什么了吗 我跟你说过 跟你说过 其实也没那么 磕他们那衣服 你就 你就跟着一块 晒干了季末就行 没什么好说 对啊 没什么好说 哈哈 我就觉得 我 我 我就是 就是觉得 就同一个衣柜的时候 主要是现在 这样子 他也不 不自己买衣服啊 是吧 嗯 我就 我就蛮 蛮 蛮觉得 蛮正常的 哦 我在这城有良田 已经成功安利了啊 现在大家一致认为 嗯 男童还是要帅 这一对 分场优秀 很恩爱 完成任务了 嗯 不是 嗯 说 说好 高 高冷人社呢 没了 不存在的 我现在我的名字叫武大师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知道 就就反正 已经有群 也放飞自我了 是吧 是的 你的名字叫什么 我还叫五分钟 但是他们管我叫武大师 就开车 开车 我们没放飞 我们没放飞 就是那个开车速度 是个人 那个开车的速度 就你知道就是 就是他去玩个游戏 碰到一个桶单了 以后那个桶单就开始 放飞自我了 两个 两个 对 你知道怎么放飞自我吗 就是 那个车速 都碾到脸上的那种 然后我就想着 我说 就是好歹 咱也算是 咱也算是 咱们家里面 咱们这个群体的一个 一个稍稍稍微一点点的 一个知名度的 的人 就想着就是 千万不要认识 关键他那个名字 又那个的 是哥 你明白我意思吗 又 又他 关键是他那个名字 又又又非常的 很好认 你看五分钟 你想想看 又是万一 我就说万一 又停止不停怎么办 别提醒我 这种汉毛直立的事情 咱还是别琢磨了 我就真的觉得很恐怖 是哥 你这要是 要是 要是别人认出来了 也好 然后 找过来就算了 然后 我在 我在这程度有两天干的事 干的事 真的是 哪都知道那种 然后人家 一会 一会 顺着直播 顺着 那个 人又过来 到我直播间这里 然后 我们直播间 又没办法消停 我砸人家饭碗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那个 五分钟 五分钟 就是 是所有的区 你知道 这是所有的区 怎么讲 应该是说 都是所有的区 他们的 就是剧本 这拖的剧本 跟那个套路 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只有 只有我们这里 是那个 是没有完成任务的 你看 就是我们 我们这里的 那个对决 我们这里有对决周 我们这里的对决周 也是老区的嘛 上一周 上一周周六 好像是跟 你也知道 那个大哥他们没走 那个大哥他们现在 那个帮会 就只剩下高战了 那些地战的 全部都要他们走了 因为比较吸仇恨 然后那些地战在的话 要是一天到晚都被打 所以要他们去别的地方 然后 他们那个周 全都剩下那种 就是两三百万的那种 就是一天到晚去搞事的那种 然后 然后那个 上一周 他们打那个对决周的时候 我都有帮忙上去开号 因为说实在的 你一个高战的一号 就是一个人的 一个号 就是那种各战三百的 你在我手上 跟在别人手上的 那个效果 差很多知道不 差很多 然后我上周 上周六 我有去帮忙 打那个 打那个 你知道周六干架吗 嗯 周六干架 然后 然后 我有去帮他们刷 你知道我刷多过分吗 我上一周 我刷了那个 有一个人的 他没空上 我刷了两个多亿 就排第一的 真的这一过分 你知道我坑 就是那种 一个车都已经快到两个亿的 那种 开几节过来冲 冲我城 我就爱这种来冲我的城 我跟你讲 要怎么秘诀 你就你驻扎出来 或者是你驻扎到 到你你旁边的队友的 因为看你队友 如果说被攻击的话 你驻扎过去 没关系 但是你要随时 按住两个界面 按住一个撤离界面 但是我是觉得 你不要驻扎到 朋友 就是同一个周的人的城里面去 你就驻扎在外面 稍微远一点点 就可以了 然后你在 你在你的主城那里 也建一个营寨 就建营寨 然后他看 他肯定会过来冲 那个高 他们那些高站 肯定过来冲高站的城 你 你知道吗 你只要 你车 你你的兵 就是你四个车里面 你的兵都是满的 一个情况下 因为通常 二车三车四车的战斗力 没那么强 没那么强 你只要把 二车三车四车 集结 集结 然后集结的时候 你把它 你自己的车 你就点忽略 你因为你到时候 如果说是大家都集结的 一个情况下面的话 你很难找到自己的车 你就点忽略 然后你到时候 你一点 看那个忽略的时候 你的车全部都在那边的 很直观 然后你 你就三个车 你就集结完了 以后你就剩你 你自己的一个车 你就用一车来打 你这样 如果说是这样子 你的一车 驻扎出去 就是驻扎出去的时候 他们来工程的时候 是伤不了你的兵的 真的 伤不了你的兵 因为你的车 你的车 它在集结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 他们是打不了你的车的 就是你的二车三车 不用去应战 然后也伤不了兵 他们只能用那个火箭效果 来烧兵营 如果说是你兵营没有车的话 肯定也就死一下兵营的车 但是我跟你讲 你要怎么坑呢 比如说 如果说你这个号 跟别的号 的站立差不多一样的 他不会单独一个人 过来工程 因为工程的人 会比较吃亏 防守的人比较占便宜 工程的人会死兵 防守的人只是重伤 只是重伤 还有就是 他那个课业那里 有那个兼顾堡垒 就是在自己防守 自己领域的时候 士气他会提升攻击 提升1.5 然后所以的话 就同战力的人 基本上很正常情况下 不集结 不集结的情况下 是不会直接工程的 又工程的时候会输 然后他那边就是集结过来的 他带了一群 就是一车都有 差不多六七千万的 那种过来集结 你知道我是怎么坑的吗 你一定要看那个 看看这个 这个一定要得练不练的话 我跟你讲 我周对决很少调出 很少有人抢我第一名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就干不过我 然后 然后他过来的时候 你要避免他第一波冲击啊 就是他 是他发出的集结 肯定是 因为他工程的时候 你站队是轮工的 是吧 他站队是轮工的 你等他那个 他过来 是他开的集结 他肯定是第一个打的 所以的话 他第一个打的时候 你的一车已经是驻扎出来 他碰不到你的一车 你只要看到 他集结的那个人转头 你立马点那个 明金收兵 就是点返回嘛 点返回 那个驻扎的返回 立刻回去 所以你这个是要 提前调好的 就是不要让他提示 你消耗那个元宝 你要提前点好这个 所以的话到时候 他瞬间回去的时候 他就不会再提醒你了 这个是秒回的 你看到他一转头 就说明 就说明这个高战的人 他已经转头了 就是说他打不到你 但是跟他集结过来的人 就遭殃 然后我立马就回城 我一回城以后 就变成了 他跟他集结的 二队 三队 四队 那几个队 因为他们是轮流工的嘛 就变成他们碰到我的一队了 然后我直接 你知道我打一波 集结 我坑多少 我坑了二十多万 就是 坑四掌 对 我直接坑 就是他一个集结过来 他们死了 二十多万的兵 我就中伤了三千多 为什么 因为我避开了他第一个 避开了第一个 哇 把对面的那个高战 气得跳脚 在那个世界骂人了 他说 哇 个坑逼 个坑逼 然后就是 但是又不是我 然后我随便你骂 是吧 然后后面 后面你知道 他们把我那个 他们就攻了我三四次 他们攻了我四次 我已经杀到了五十多万了 因为你要知道 我关键是 他就算是他在轮回啊 就是他在 那个那个 那个高战 他在轮 最后一批 他还是会碰到 我的满兵状态 因为你也知道啊 在自己的城里面 他是自动补兵的 他是自动补兵的 所以他们 每一个 每一个战队 每一个轮过来 碰到的 都是我的满兵情况 你想想看 我的一个车 一点五个亿 然后他们是八千多万的 你你知道他 死了多惨 你就知道 他们死了多惨了 然后那个老大 他们的那个集结的人 就跟我硬碰硬的时候 我们两个是死伤过半的 但是我是防守方 我是防守方 我不死兵 然后他比较亏的 他亏的 我只是掉城防而已 然后我又住 等他们跑 我又驻扎出来了 我驻扎出来的时候 我又看见 我旁边的滴站的 他们那些 就是他们人多的 一个情况 他不是会亲那个滴站吗 我会偷偷进去的 我会偷偷进去 又坑他们那些滴站 你就知道 我那个 我做防守方 打他们滴站的时候 他们死了多惨吗 五万 就一车五万进来 没有一个活的出去的 就是你想想看 就一个车三四千万 这种叫滴站型的吗 你碰到一个多亿了 你还想留兵回去啊 不可能的 就是你整个集结过来 全部都死完 哇 然后我在世界那里 一直怼着ID在里骂 一直骂我坑逼啊 我靠 怎么可以这样子 他说我是拖 那个改数据的这种吗 然后我就来一句 不会玩别坑声 我说不会玩别逼逼 然后后面 他们把我的城给轮飞了 轮飞了 但是他们没轮我的营站呀 是不是 他没轮我营站呀 我瞬间又回来了 我跟你讲 你千万不要护着城 你不要保护城 你被把那个 你那个城飞了以后 如果说是 你在你的城块飞的时候 你开了免战的时候 你是需要等时间 恢复那个城防值了 但如果说是你飞的情况 你那个城被打飞了 一个情况 它是瞬间 就运力回血啊 它是对 它是满城防的 然后我的营站 在那里可以秒回去的 你知道吗 回来我又是一条好汉 你知道上一周打的时候 我打了2.5个亿 我甚至还没有开双背斧 我甚至还没有开双背斧 他们都说我变态 他们都说我变态 说我怎么坑的 他们说 哇 你这怎么坑的呀 因为大哥的那个车 才是最厉害的 那是大哥打的第三名 大哥打的第三 我这边打的 就是摇摇领先 翻了一个亿 就高高边 高出了一个亿 就离谱 然后后面他们就问我 怎么打的 我跟他们讲 我说你要藏兵啊 你要知道 就是别人打你的时候 一个浪费体力的时候 只能打城防子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最亏的 你顶多也就是一个火箭的 一个建设效果 会使一点点兵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说是你的城防子 高于它的 高于它的一个战力情况 比如说我是24的一个城防子 然后它是9级的兵 是22的城防子 就是9级的一个兵 9级的一个兵 它过来攻的时候 它火箭效果非常差的 懂吗 就是高战 就是你高 你的战力比别很高的 一个情况下面 就是战力越高 火箭效果越好 所以的话 你想想看 他们过来攻我的城 的时候的话 我就是我受伤的兵 没有到一两万 你就知道我多过分 然后后面 我关键是我建了迎战 我又回来 我又是一条好汉 他们还以为我没兵了 他们还以为我没兵了 你知道我曾飞出去以后 我那个节节状态 它就取消了 它就取消了 我直接把第四车给下了 我把第四车给下了 了数以后 兵 它就会回兵营 它就会自动补到我的一车去 补到我的一车去 我一回来 我的二车跟三 我一车 二车三车是满的 然后我就跑 我就转到那个现役来以后 我就加速一下 我就加速一下那个养兵 养兵 我一件加速 因为我本身打好这个的话 我们是 肯定是买好那个治疗的 买好治疗加速的 我一加速 我的兵又满了 回来了以后 那个他们的 他们对面的高站 兵已经被我坑没了 知道不 他 你知道 知道我后面怎么知道 他兵被我坑没了的吗 就是 他打完 他本来也是1.5个亿的 一个一车的 他再跟我打的时候 他已经变成6000多了 他已经变成6000多万了 你就知道 然后后面出来 我还是1.5个亿 他就 他就骂我 他就在世界那里骂我 靠他说 你们这个什么什么 是不是拖什么之类的 打不过就是拖呗 对 没有啊 后面 后面自己城里面的人 我们就是 就是原本以前周的人 就在世界骂 就说 你不知道我们周 就是不知道 我们周 为什么只剩下这点人吧 就是我们 我们在 我们在打拖 我们在打拖 我们家 我们家这里现在还有拖 还逆天了 就逆天了 然后我们家 他个个都说不会玩别逼逼 对 不会玩逼逼 别逼逼 是 我之前我又有交代吗 就关键是 我们家是每个都这么玩 每个都会这么玩 所以你在上周 我们才12个人 打对面30 差不多40号人 我们的周都觉得 居然打赢了 你就知道我们前10 前20 我们的那个 就是积分占比啊 那个积分占比 全部都是我们以前周的 你就知道 就是有多有多什么的 所以你看你不是还在玩吗 还在玩 你星期六肯定要跟他们去干架了 你就学会这点 你就学会这点 不要怕别人打你的城 你只要把你的 因为你看你是满兵的状态 你一车二车三车四车 都有疗鼠嘛 都有疗鼠 他兵都上满的 你要是怕别人打你的的话 你就你就全部把你的 二车三车四车 全部都集结 集结了以后 他们是碰不到你的兵的 嗯 然后如果说你站立很高的 一个情况下面的话 你你你你又 你又不想那个 你你又又感觉 秒回这个东西操作 比较麻烦 又不知道怎么判断的 一个情况 你就去 助手 去去你的组成助手 炸鱼 去你的组成 炸鱼 我我我一车才两千多 就玩我 我我周六开免战 我没空跟他们玩 哈 那个那个 不客经的一个情况下面 周对决的 这个奖励这么高 你周对决不 不搞完啊 没时间 你看我以前那个号 多烂 但是我周对决 挖田这种东西 我基本上都是第一的 他们都说 我的车这么烂 怎么能挖 把地都给挖穿了 因为你负重高啊 没有 没有 你知道是怎么 怎么挖 怎么挖的不 他每一周 他采集的时候 他可以在火月商店那里 买那个加速的 蓝色的小铸头 我基本上是 对我是买满的 我是买满的 然后我四个车 我四个车 我四个车 基本上都是在 四百五十 四百五十的 四百五十万的 一个负重 我全部都是找的金矿 因为金矿的分高 我全部都找金矿 但是我 我不会说是我的一车 负重高 然后我就会找很高级的 因为时间不同步 我全部都是 因为如果 比如说我今天是星期天 我明天是星期一了 我会在 我的车我就会控制在 我全部 我四辆车的时间 全部是同步的 我就会在 控制十二点半 十二点半 十二点四十左右的时候 收一波车 收一波车 什么叫收一波车呢 就比如说 可能挖三几天的时候 他要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我可能我就在 十点或者九点半左右的时候 我就会去挖 全部都挖三几的天 因为他一 他是星期一的时候的话 他要十二点半钟 他才会有出现 周对决的一个 你的对家嘛 你的对家是谁 那个时候开完了以后 他到那个时候 然后我准备要收 收田的时候 我就会开那个 我不会合那种两倍幅的 我只开1.5的 1.5倍的幅 我就开一张1.5倍的幅 然后我就收车 然后我一收车以后 四个车 都是收三级的田的时候 他是周对决的时候 我不是有那个课业那里吗 就是那个率奖三军那里 他是他受有额外的一个增程的 所以的话一个四百五十万 你之前我四个车 然后瞬间五百万的那个 那个就是他的那个 我就差不多快到一千万了 就一收嘛 一收他快一千万了 然后后面后面就是 你看这个 这个是收第一波 然后关键是他那时候 他1.5倍的幅还在的话 他不是有些广告说是可以 那些什么加速建筑啊 加速课业啊 不是有那些三十分钟 那种广告的吗 你就去点 他反正他也是双倍的 然后他活动中心那里的 一个沙场 沙场争风那里 他也是可以帮你拉上去的 帮拉上去以后 你就领完了 然后然后你 你啥都不用做了 你就把那体力清好了以后 你就把那个 把那个车又去 又出去挖 挖的话 你就缩小地图 你看一下那些 四级的金矿 四级的金矿有没有 如果说是都有的 一个情况下面的话 他其实你看 你不要挖木材 你不要挖木材 你只要挖 两草田 两草田 要么就是金矿 如果说是 你都没有四级的 一个情况下面的话 你就去挖 有四级的金矿 你就挖四级金矿 没有的话 你就挖四级的田 因为他采 他采集的时间是一样的 他采集的时间是一样的 你只要准备收的时候 收的时候 你再开一个1.5倍的幅 你就你就收就行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的关键是 你还加速采集 然后你自己又放1.5倍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收 一个收车情况 你你你只要收三拨 三拨的车 三拨四级车 四级的一个一个车 你已经可以到 快四千万 真的 有有三最少都有三千万了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 那个车的负重真的没那么高 你你最少你都可以到个三千万 但是但是你看你的率奖三军 如果说没有倒到 没有没有点到那个封赏 封赏二 其实你挖过两千万就够了 反正我做活动轻轻松松 就是你知道他有二次封赏吗 他也是有那个 他也是有那个 天有那个天赋的 就是那个课业 有课业二次封赏 你点到那个的时候 他就会有到四千万的一个开封 解封的一个奖赏情况 但是正常情况如果说没有 一般点完以后 他只是有就两千万 你想想看 按照我这种方法 你只要收两车 你两千万就完成了 就两车就 你就完事了 太麻烦了 他不是麻烦 就是又动脑子 他不是麻烦 真的真的是动脑子的 嗯 你就关键 他不是麻烦 是你计划好以后 你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你去收他就可以了 懂不 嗯 他不是说麻烦 是你你自己没有算过 其实你算过 你算好时间以后 你第二天再起来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影响 你的正常周期啊 是吧 他也不影响你干嘛的 你看我一天 就是我只是上去收 的时候我就下来了 因为他的那个任务 点两下就完了 是不是 那日常任务啊 点两下就完事了 那你还别说 真的睁眼之后 先上去点点 粗粗 对 我就上去 我收个车而已 有什么麻烦的 是吧 你想想看 我是 我收完以后 本来也是12点钟 睡觉的这种 你本来那个时候 就收个车 然后你就去就去挖田 然后你就关手机了 就睡觉 然后差不多 你你那个时候 你晚上的时候 你别开小厨头啊 因为晚上的时候 你毕竟他开厨头 他挖的太快了 知道吗 七个小时 他能给你说到三个小时 你晚上你就别开小厨头嘛 然后 然后你你晚上的时候 别开小厨头 的话他就七个钟 你你起来的时候 也是七八 七点钟 这个时候 你过去的时候 他差不多就是收 收车时间 算好了 这东西 玩游戏 用脑子啊是吧 然后又被吐槽是吧 然后他们就说 姐你一说游戏的话 我们就听不懂了 没有啊 只是跟你们 龟肥说一下 就是 他有教我吗 一些方法 经验你 对啊 就是一些方法而已 嗯 对啊 因为他还在 他还在玩啊 你跟你讲 要是不说 他有一些东西 他是真不知道的 不骗你们 然后还有啊 特别是那个 亲体力哦 我发现他们好多人 都不注意 就是 亲那个体力 还要每次都要收一下 以后 点那个 蒸 蒸讨 你点扫荡啊 就是轻体力啊 你就一见 你点扫荡啊 点哪一个车 你留多少体力的时候 你再猛猛猛磋一下 他会自动 自动打 打三贼的呀 谁会不知道这个呀 我们还真的有人不知道 我也给头疼了 我说 都没注意啊 我说 这都没注意 他们上次 没有说那个 就是 花花那个头 头发那个 没说 没说啊 别提了 你提了 你公共也不舍得花钱 讲的就 心塞 但是 咱们有一说一啊 他那个发型 确实 不太适合花花 就能 看出来 还是不一样的 不是 他不 那个 因为原本的时候 设计 设计的时候 他本身就不是那一个 就是那种 后背飞鞋的 那种设计嘛 知道吧 他本来就不是这种 因为他原本的时候 是有一点点的那种 就是比较顺 顺畅型的那种头发 还要再做一并的 对 像那个 但是花花 他这边的装造 对 但是花花的装造的话 他的那个 后背头 就是全程 全程的 知道吧 是全程的 已经发型固定好的 你不能输下来 你是不能输下来的 你不能输下来的时候 但是他就是 花花的时候 他又是另一种风格 他又是另一种风格 他不像 如果说是 单独就是为了 那个发型 就是设计一套的 这种情况的话 他就不会设计的是 这种头 因为 但是你们发现 就是花花的那个头发 他是要贯穿全场 所有的服饰的 知道不 因为他的那个 都已经是真发来着 然后发蜡 全部都固定好的 输不下来的 你这输下来 换衣服得多长时间了 是吧 那本来应该是 输下来的是吧 对 他这个头发 是本来是输下来的 原本的时候 没有打算要 花花看到的时候 觉得挺好看的 因为原本的时候 他点漏了一个 对 他这个是废稿 你看 你看人家花花 觉得好看 对吧 咱们爸 就不可付钱 你别提 你别提 你们的老师又抓狂 嗯 他这个是废稿来着 真的 就被看到 看到了 就挺好看的 之前 正好是给咱爸 报价的时候 给他设置的那个发型 现在二次利用了一下 用在了花花的头上 那人家花 那个也确实也挺好看的 真的 你得看他的动态 他花花的也是那种 就是动态型的 很好看的人 你要是看静态的时候 感觉拍不出他的神色 但你要想 这个头发如果在 在咱爸头上 应该也挺好看 你得想像以前的时候 给他弄的是什么衣服 我说的是那个古风 古风式的衣服 古风式的衣服 他就很好看 这个 这个是当时 当时是他去 第一次 第一次干纳时候的 那个投标 投标设计款 太贵了 你爸没看 不是 太便宜了 你爸吓到了 对 太便宜了 然后你爸以为 你们曾老师要遣他 然后没有要 对 你们阿爸自受多情 就觉得你们曾老师 是不是想睡他 也没敢要 对的 不是 在他 在他的心里面 就别说是不是真真 他一个大猛衣 还能被灵给睡了 怎么做的 你这要是看到背景 或是干什么来的时候 我换 那你 你就像我就说的 那个小事 他 他那个张 是张灵鹤 还是张鹤灵 那个 他这两个体型 也是父子 或者祖孙辈的那种 就是缩小水行的呀 那那是 那你就是觉得 谁有坏语权 是上面的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阿爸担心的是 担心的是到时候 这个位置都不好选 没得选 你没得选的呀 就是 你 对 我说躺 就是 我说躺 那就是 那就是 那我就躺 那我说要你躺 你是站着的 你也得躺 这不正常吗 对 Light down please 你给他们看一下这个头发吧 花花 那个 我发给你 有没有更好看的 因为这个是你们 你们曾老师 人家在 人家在 你就别个臭脸吧 你就不要截着正脸 总觉得你第二张正脸 可能不太好看 你就别个侧脸 大概看看样子就好 对呀 就拍 你们曾老师拍的是动态的 随手一截的感觉 我跟你讲 我放出来之后 我都怀疑 你们真的就被 被说是 说是黑粉 我跟你讲 就大概看个样子就行了 我以为是你自己截的 我还想说 这个截的也太丑了 他随手拍的 他随手 他随手拍的那个视频 然后截的一个图 然后截的一个图 我也很无奈 我也很无奈 好不好 给他们看一下 不过给花花的这个的话 那个发饰也给换了 因为要搭配他身上的衣服 之前的时候你爸的那个是一个欲坠来的 对 就是如果你 你把这个发型换到咱爸的脸上 我觉得他真的是好看的 而且是真的很国风 是真的很国风 但是呢 咱爸不要呀 不是便宜到吓到他了呀 就是 就是 嗯 就花花的这个的话 他是换了法式 因为他这个要配衣服 他的手势都是赚 所以我还换成赚 换成赚了 但是 之前的时候给你爸设计的古风的时候 他是 黄玉坠的 因为你爸以前那个 你耳朵那边弄个 弄个欲坠的 对 他不是米黄嘛 然后 他是欲坠来的 没这么长 你爸的那个话是 就是 到脖子这里 就长度到脖子这里 他那个欲坠是坠在发尾下面的 它是坠在发尾 这个搭配他整体的一个造型 所以又 又改了一下下 我之前看的时候 我就很眼熟 我就问真的嘛 我说这个不是你的失败之作吗 把他给气死 那不是失败 是人家 没选上 也不是失败的 这跟 就没选上的时候 跟失败有什么区别呢 但失败是代表 郑老师水平的问题 但这个 这个 这个是因为是 咱爸 没选的问题 这不是代表 郑老师水平不好 他说 你爸现在还是括号头 那括号头 不翻车 就 就随便了 是吧 这东西 这东西 永远括号头 不翻车 就随便 好看 是需要代价的 知道吧 是需要蒙你的 你爸就觉得不翻车 然后又可以审问你的 一个情况下面的话 就还好就可以了 对 不过如果是他这个衣服 他这个发型的话 再配过运配的话 确实很 很适合 就是那个 Gana那件衣服 有点古风的那件衣服 我觉得是蛮适合的 哎 一言难尽 他觉得括号头可以就可以呗 也不是不行 这东西 他自己说 说的算是吧 他口袋里面的浅台 自己说的算 是的 好 我们管不了 也管不住 他本来那个括号头 就没啥 就没啥新意啊 从头开始到尾 就没啥新意啊 人家好的 发型造型师 是根据他的衣服 会给他搭配的 他所有衣服 不换成那么多件衣服 他永远都撕个头 对吧 只能说 大家之前不过说了嘛 只能说 及格 但是 他不想创新的 不想换的 就这样也没问题 继续括号头可以省一笔设计费 之前给他报价也没那么贵啊 是不是 搞得好像你们这老师在敲诈你爸一样 不是 难道不是因为便宜 然后让他不敢要吗 是的 哈哈哈 说得好像你们曾老师抱得很贵啊 真的是 现在还高判 高判不起了 曾老师不屑了 不想跟他搞了 没那么爱了 哈哈哈 对对对 曾老师已经 不是因为曾老师了 他现在有 有心头宠 所以 所以现在别 别在他心头宠面前争 争什么风 没有什么用 哈哈哈 是吗 还还还还还问你爸 曾老师现在心头宠是谁 肯定一花花呀 你不用想 不用想 消失 这个人比这个比较实趣 这个人比这个比较实趣 这个人比较实趣吧 这个人比较听话 比较没有意见 比较肯花钱 哦 在玩黑神话 是吧 黑神话悟空 哦 那个剧情我也有看了 嗯 黑满楼 呃 这剧情很好 真的 剧情很好 咱们协助有满 有玩吗 有啊 呃 很好 然后 你从头看到我以后 我就感觉买了满多东西了 然后 你可以当做一部电影来看 我觉得很好 关键是里面的剧情真的很好 嗯 真的剧情现在真的做得很好 不是 喂刀 喂刀了以后不代表损 不是 那你 那你认为 你认为的好 是 大家都happy ending 嘛 happy ending这种才是好嘛 然后 也个个都说 哎呦我做了我的斗战生活 你做你的 你取你的金 然后大家有一个来个happy ending 这种才是 才是好的嘛 其实我就是很 就你你你 你如果说是当中这种 你还不看起来说 他这个 他这个黑黑神话 他他本来就不是 他本来就不是那种和家欢的剧情啊 他比较怎么怎么讲呢 呃 他这个他这个故事 啊不是啊 你讨厌你讨厌 你讨厌阴谋论 呃 那原本 原本他 西游也好 不管是西游也好 还是以前的时候 讲一些神话故事类型的话 你也很多很多东西也是用神话暗讽现实啊 是不是 那很很多也是什么神话类型的时候 来暗讽现实的 然后呃 你你讨厌阴谋论 因为原本西游记他本身就是一场阴谋论啊 不符合原著 也没人家也没有说要跟着原著做吧 我感觉蛮像二创的 对 很像二创 他只是西游记的背景 对西游记的一个背景 然后我感觉比较像二创型的 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你们像说 哎呀怎么根据西游来的 呃为什么都不按照呃原著来呢 那那我就问你的电视剧的有按西游的来吗 也按西游记原著来吗 也没有吧 你们你们有没有人真真真真真正的看过西游记原著 白话版 你们有没有人真真真真正正看过 有没有人真真真正正看过 如果说只是看了电视剧而已的话 我只能说你也不懂 因为原电视剧他拍的时候的话更多的是 更多的是一个是呃面向佛教 然后其实你看电视剧拍的 电视剧拍的东西 电视剧拍的东西呃也很片面 也很片面 然后但是电视剧拍的东西拍的电视剧的话 他根据就西游记的电视剧也不能细片 对吧也不能细片 他已经就是省略了一大半原著里面的一些 讲的一些事 因为你也确实怕不过省知道吧 你也确实怕不过省 电视剧电视剧里面拍的 还不如小学生课本人家解析的就是更真实更直面那个真实 但是他已经拍成这种合家欢型的就是电视剧版的那个西游啊 不管是83版的还是我们96版的 他他那个他拍出来的这个已经是够合家已经够合家欢了 已经很合家欢了 但是他很合家欢的一个情况下面还是不能细片 为什么你一细片你看电视剧就是告诉你一个道理 你有背景你就可以活没背景就可以你就去死 是不是电视剧也在 唐僧唐僧必须是格局高的 孙悟空必须是叛逆的 猪八戒必须是冷静的 沙僧甚至他是个善良的 不是不是他的他是不是他的刻板印象是 悟空他是叛逆精明的 八戒必须是懒惰没脑子的 沙悟静必须是憨厚憨实的 白鲁玛就是一个透明的 然后唐僧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格局 或者各方面就是什么东西都站在最高处的 最高处的这种的知道吧这种的 就哪怕是电视剧这样子表现出来 感觉很合家欢的一个情况下面 但是你看下来的时候 你小时看的时候你还顶到 你可能还哇猴根好帅的 但是你长大一点点你只是看电视剧版的 你会不会也觉得其实电视剧版的 已经够合家欢的时候 还是不能细片 嗯 还是还是不能细片 我现在不是跟你讲黑神话悟空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西游戒 我跟你讲的是西游戒 然后那个和因为 因为整个电视剧给你呈现的一个东西 就是有背景的 呃就是哪怕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那哪怕害了这么多凡人 只是纯粹只是因为是谁的亲戚 谁的坐骑 谁的宠物 哪个神仙的宠物 哪个神仙的坐骑 然后就免去一死 然后他做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可以一律而过 而且而且西游的设定是 西游的设定是天上 天上一天地下一脸的一个情况 就是一直说 那他如果是有一两个月不见的 就是说差不多二三十年 在人间作恶 然后他只是因为是谁谁谁的 谁谁谁的一个一个坐骑 然后谁谁谁的一个宠物 然后谁在这谁谁谁谁的坐下面修行 他就可以就是可以免去他在人间里面做的一些所有的恶 你这东西你也不能戏品 所以就是那难道不是吗 那难道整个西游不是在电视剧版的 我说电视剧版的 那不是跟他告诉你 你没有背景 那你死了活该 我有背景 我哪怕做了什么三天害你的事情 可以一带而过 难道 电视剧告诉你不是你这个吗 但是 那你又觉得电视剧里面拍出了西游记原著的精髓了吗 没有 因为电视剧原著版的 如果说是你们看看过原著的话 看过原著 你们应该就知道 原著并不是讲佛家 是佛道 禅 人家是三家道义的时候 会一起就是体经 你看像 结教像那种 是吧像结教之类的 你看像原始天真 像太乙 像悟空的师父是太乙 人家就不是 人家是道教出生 是吧 结教出生 人家就不是佛 佛家的 然后 还有佛家的就是 那个 零三 零三的 然后那你想想看 天庭那帮的 天庭那帮的 代表的一个 代表的一个 一个 就是道教别的 是吧 结教 禅教 还有一个 还有道教 是有这些 人家是中和 然后 也有在讲 是吧 也有在讲 这个这些就是 遇上这些 呃 情况的时候 其实本来人家就是 人家的援助 本来就是借着一个神话的故事 在隐喻 现实 呃 现实情况 然后他说 你说不了这种阴谋论外加 自由主义的改变 那你就不玩嘛 人家不缺你一个玩家 是吧 呃 我是说他这个剧情改的好的话 我并不是 首先我没有把它当成 呃 我没有把它当成 西游记 因为没有任何游戏 任何 呃电影视剧 能把 能把真正的西游记拍出来 因为你这东西过不了审 贵妃哦 嗯 首先他就过不了审 呃 然后 然后 然后你其他 但是但是如果说是你觉得 他是用用的是悟空的这个背景 你可以当做二创来看 那那你摸摸着良心说 你说你被宣发 如果说是你被宣发给骗了的这种情况 那我问你你摸着良心 你如果说把它当成西游记二 就是二创来看的话 难道悟空传的剧本不好吗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好 我跟你们讲他的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是 这个这个故事是西天取经之后的故事 懂吗 他是呃呃就是 他是西天取经之后的一个故事 不是你说不好 你只是你个人的一个认为 那我跟你观点不一样的话 你也没办法强迫说我 让我认同你知道吧 我也没让你让你认同我 我只是在告诉你说 这个剧本很好 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二创 为什么 因为我是觉得所有的影视 或者所有的游戏 没有一个可以很好的把 修计原本的那个东西给给拍出来的 白骨精和悟空谈恋爱 我如果说是我是二创的话 我儿子我就是他小孩我都给他写 你信不信 就你让我搞小说嘛 我搞二创啊 白骨精是个爵士美女号 我都我都让他给熟悟空生孩子 还有孩子绷不住 你到底你你你你到底完没完啊 真的 你到底完没完有没有仔细看啊 孩子明明是明明是只有只有八戒的有 明明是只有八戒的有 然后然后那他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是 他西天取经之后的一个二创故事 你你你你你你难道你你你玩 你都已经玩到了第五章了 你都没有注意背景吗 这个背景是取经之后 感觉到 他已经是他已经是斗战圣佛了 他不是不是 他讲讲的是取经之后的故事 就是呃 取经之后他成了斗战圣佛 他只是 你你你你们完了以后 完了以后就应该知道 他其实其实也也很多现实中也有这种情况的 就比如说像他悟空他一做了斗战圣佛 但是他他并不他并不觉得他的本性 还有各方面的时候 还是要皈依佛门这种情况的 他比他是要追寻的一个是自我 我你让我讲完先嘛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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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完了没有 你看透了没有 就你看透了没有 你不要把它当成 你不要把它当成西游记好不好 你要把它当成一个二创的 二创的时候你就没有看透 懂吗你没有看透他这个剧本 其实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信他的结局 是为了第二步做铺垫 然后但是的话他是比较 呃 比我我是觉得是是比较悲凉的一个结局 但是好像也应该是这个样子 也应该是这个样子 知道不 他他的你我跟你们讲你们可能没完的时候 你们不知道我跟你们讲一下那个大概故事啊 就是悟空他们取完经了以后 呃就是各自过回回到各自的一个一个地方以后 这悟空他是觉得他 呃他的本性 也没有必也没有就是彻底的一个一个归于佛的这一块的 他追求的一个是什么 比较就是自我他追求的一个自我 然后初衷 然后他他就退隐了 他就想退隐 他退隐了以后他就回了花果山 他就他就呃回了回了花果山以后 他只是想回去养老 然后跟他的徒子 屠生的徒生他们 就是一起过 过一个就比较自在 还有一个比较淡定的一个 就是平平静的一个生活而已 但是有时候你能力太强 你你能力太强 然后的话你就像一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 以后的话就是不不只是诸佛忌惮 然后天庭的呃各方面的也很忌惮 也很忌惮 那那你想想看如果说在一个强者之间的时候 你呃怎么解除以怎么怎么呃 把风险降到最低呢 那就是把风险的源头给解决了 懂吗 那就那就是把把麻烦一个风险的一个源头给解决了 那他风险的源头是谁呢 就是孙悟空啊 然后那悟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脑子的人 然后他被那个天庭的门 他被天庭的人讨伐 讨伐花果山了以后 他已经知道这个结局了 就是他的徒子徒生还有他的结局 就是如果说他不死 哪怕是跟他认识的人 哪怕是跟他认识的人 其他的人都会就是会有这个 都会招殃 就像牛魔王一样知道吧 他就会招殃 像猪八戒他们这些 你为什么一定要远离呢 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 你最觉得里面有点可悲的就是 牛魔王他们本来也是为了生存 然后去加入的是 讨伐的那个悟空他们 花果山的这个行为里面去 但是并没有因为 家瑜的参与的这件事情 也能有一个好的一个平静的生活 知道不 所以的话 悟空他 其实 真的杀不死他的 他们就是如果说是 仅凭二郎神跟他们的一些天兵天将士 真的杀不死他的 但是他 他他自己很清楚 如果说是他不消失的话 这些麻烦是 完完全全是没有 完完全全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他打算牺牲 所以他有在临终之前有交代过牛魔王 他们不要碰他的遗体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也知道他死后的话 他的一些修为的东西 跟他有关东西一定会化散 知道吧 他就会把他给散出去的 所以我们进去玩的时候的第一个视角 玩进去的时候的第一个视角的 那个悟空其实叫天命人 就是他的一个轮回 他的一个轮回 就比如说 你那有这个以后的话 这整个故事的一个剧情的一个支线 就是主线 就是这个天命人 要去找回属于悟空死之后 死之后就是散 就散出去的一些宝物 一些属于他的东西 就是二郎神 二郎神本身 他就是一个很叛逆的人 知道吗 他有在帮他有帮忙 帮悟空把他的神识 把他的回他的记忆知道吗 把他的记忆给收起来的 你不然的话 后面那个天命人去找 去找二郎神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把悟空的记忆给找回来 是二郎神保存的 知道吧 最关键的东西在二郎神那里 然后所以他就在闯关的一个 他在闯关的这个过程 知道吧 他在闯关的一个过程 那你就没有看 那你是觉得是没有办法接受说 白骨精跟悟空这边的话 有感情这种 有曾曾经有过感情的这种的话 那你是 但你看圆柱所感觉 你也帮不住 为什么 因为圆柱里面的话悟空是喜欢 那个盘涛仙子的 那个七仙女里面的话 那个不是有盘涛会吗 里面有一个小齐 这还真不是 这还不是人家乱编 只是说悟空他不想这些东西而已 就真实的圆柱里面的悟空 他不想这些东西而已 并不是说他没有 不是说他没有 而且而且人家跟白骨精那里的话 他那个感情戏有很多吗 没有啊 一笔带过好不好 就是一笔带过的 重点不是讲的这些 你不接受你就不要看 你不用玩吗 真的很烦 然后 然后 然后那个 他这一整个过程 然后我讲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生动 其实如果说你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埋了挺多一个伏笔的 然后剧情写的是非常好的 你看就像八戒 八戒跟他的蜘蛛精 然后那个小孩也不能认 然后红豪 然后自杀的 自杀的这个其实都是为了 保全 都是为了保全一个家民 你看 都说八戒就是真的是人类不能认 不能认小孩 然后老婆死了 也不能那个也不能回头看一眼 因为如果说回头看的话 他他的小孩都就是一定会受 一定会被连累的 一定会被连累 那说白了 其实这个黑悟空神话 这个黑神话悟空 也是一个反现实的一个游戏 他也是在反抗嘛 你看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人就好 那么多人在阻碍他让悟空 让悟空回来呢 其实悟空自己也不想回来 但是他已经算好了 他会回归 但是能不能回归 其实 悟空这边是挺佛系的 但是 有多少人怕他 怕他从 就是附生呢 他的轮回嘛 怕他重返 重返人 人数啊 多数 所以话他一路上不就是 展 就是一直在 一直在打嘛 一直一直在打嘛 也挺厉害 就是 这我是觉得这个设定 还有这个路线的时候 是没什么问题的 还有一些小支线的 我就感觉 我就感觉 也不是说那种什么 有什么感情戏的 我觉得喜欢书悟空 是一个很 很正常的一个事情的 你主要是看书悟空 回不回应 咋感觉这个故事 有点事成相识 其实我觉得 如果说有看的那些 二创多的 然后你就感觉 其实还好 是吧 书悟空里面的很多二创 有很多人写 二创写的很好的 贵妃哦 不如贵妃你死哪去啦 我听你讲啊 不是啊 我是说 我说你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就这个 这个这个剧本 其实写的还不错 但是你说他在 西游记二创里面 会有多出色吗 其实就是一个中上水平 二创啊 写西游记二创 就是很多其实写的很好 那个 这个游戏里的场景之作 太加分了 对 呃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就是 其实 其实这个故事 你刚讲的时候 刚巴巴了 但是你一看的话哦 你就难免有一种相情 就是故乡之情啊 嗯 你就很骄傲 对 就是有一种故乡之情 又很骄傲 因为真的很好 有很好的把我们中国的 一些风景名声 还有一些 呃 名著什么的东西都有 一些名记 一些东西都有 都都有好好的 好好的 那进去 有一些 你看有很多场景 其实你很眼熟的 他就是去那个 踩石井做的 对就是把西游记里面的所有 所有 不是你要把把西游记里面 所有的一谋论都拿都拿出来 来讲的话 他这个黑悟空这里没有个十几 二十 二十计的话 搞不定的好不好 懂不 就是看这个 看这个有点 有点像原来的前一段去年特别火 那个游戏 那个老头儿还 就是很类似那样的 但这次的主题是中国神话 对啊对啊 他他他其实最牛逼的 他在steam上面 他冲到第一名 他他 全 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的人都在玩 他是 他是一个是 他有很好的 就是他首先他剧情 没有说是顶尖 但是他不拉胯 他不拉胯的一个前提 他也能很好的把 一些就是中国的 一些元素的东西的话 能很好的容纳在游戏里面的话 也是能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宣传的一个效果的 关键这还是 就是 怎么讲的 就中国这个游戏的史上面的话 也算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突破点 所以大家关注度很高 是很正常的 知道不 是很正常的 其实 其实就是 我看啊 咱们在这讨论的时候 求同存异 可是我真的觉得挺骄傲的 你说 就是这么一个中等片上的编剧 然后把这个 《孵化道》做到位了之后 就是秒杀一众游戏 我 但其实对咱们来说 咱们也吃过更好的 你们的讨论也不是矛盾 就是实际上 你要非要拿悟空 就黑神话悟空 这个你跟 比较顶级 顶尖的顶级的一个 单机游戏 这些来讲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他拼都拼不顾兹啊 是不是 那种荒野大标 那些就比较热门的这些 他也比不上 但是为什么还是觉得很好 很骄傲的一个点 因为他是中国的 就这么简单 而且他也没有辜负我 也没有辜负我 就是我因为 我因为他是中国 就是中国的一个 土生土长的一个中国作品 他也没有辜负我 因为他是国产的 我冲着他去 他没辜负我这份情 是不是 他就是这么个样子而已 你说他又能好 就是很顶尖吗 其实 有时候我就觉得 这当地游戏的时候 就是不太好的一点 就是没有社交 是吧 你说他要是有那种 搞成那种什么联机型的时候 他会更好 但是他你看 他就没有在很追求 这些东西 就是我在扎扎实实的 把第一步给做好 我感觉他还会有第二步第三步 西游记 如果说用西游记这个背景 来延展故事的话 有太多的可可讲性的 对他没有 我只我并不是冲着他的剧情去 我也并不是冲着 他是他他然后 多好多好 然后多不好多不好什么 我只是冲着他是国产 国产的 然后他没有辜负我 因为他是国产的进去 然后都辜负我这一份情感 就就对了 第二步是江子雅 第三步是风神已经爆了 那随便啊 是吧 随便 我就觉得就挺好的 游戏就是这样子 嗯 我看了一个 就是去模拟 不叫模拟 就是试玩 嗯 一个比较火的up主 去做了一些关于他的说明 我觉得我 不行 我玩不好 他游戏性可能 我更 对这个游戏 对这个游戏 你要是涂炭 对我对这个游戏 我跟贵妃一样 贵妃你没有感觉就是 我 呃 可能买 但是 玩的那个 概率性 就就不 不大 但是不影响我 我再好好看他的 看他的剧情 嗯 其实我更多的是 满满当一部电影看的 就难的很上头啊 难的就会很上头 懂吗 我我喜欢里面的水墨画 我喜欢里面的水墨画 然后过场CG 然后一些 过场 然后开头CG 过场CG 什么之类的 我都喜欢 嗯 动作难度不算高 也对 就关键是配乐 各方面的时候都还好 还有音乐 就是各个方面 各个方面诚意都到都到位了 爱玩一些战神的女的 你都认为黑猴不舒是吧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 真的就挺好的 他们都已经都在玩了吧 我感觉 好像 那我们这有那么多人都在玩吧 我那天看他发 我对游戏没啥兴趣 我对游戏没啥兴趣 所以我就 我只是知道 这个游戏 看 但他画面做都很好 就是画面和剧情都做得蛮好 对 而且电脑要求挺高的 你在这几天的热说 天上的心 这几天的热说 天上的心 We…Web也是啊 是不是,微博也是啊 嗯 这样的话这是可以的 就是电脑,如果说电脑就偷不动 可以 畢竟是咱们自己做的游戏 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作品 也虽然是做的比较好的 所以就会先混合,现在热度比较高 对,我看到他们说带火的那个电脑配件 就是那个显卡什么的 至少3060,其实如果你玩这个还不如游戏盒 不然的话你的电脑扛不住 直接游戏盒用手柄 配置好的话可以直接玩 主要他是我们自己人自己国内做的游戏 所以还是不一样的 哎,你说到西游戏,你最近有看那个 那个《红楼梦》吗 就是有一个电影 新出的电影 新翻拍的电影 然后演那个《红楼梦》的那个 那个小姑娘 反正就是被各种骂 你有看到吧 哎 就是说他对《红楼梦》的那个 就是首先他长得也不好看 但讲上这个东西呢 也就算了 也没啥能说的 他就长这样吧 不太符合林黛玉的那种 就是不太符合林黛玉的形象 然后再加上他 他那个就是演的也不太行 然后这个电影也不太行 他自己对于林黛玉的那个 就是看法也不太行 反正就是都不太行 嗯 我是我真的觉得 嗯 《红楼梦》中的东西啊 你别翻拍了 你那是浮了 演不出以前的老板的精髓 你别拍了 你心塞 是啊 前老板的那个 整体体内就一个心塞 你很难超越以前的老板的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林黛玉的 林黛玉的神韵 真的很难 就是一旦 我跟你讲还没隐私化还好 你一旦隐私化 你一旦隐私化之后 就是 他就会变变就是 你认可的那个人 他就是林黛玉的形象了 如果说是他没隐私化的话 他可以有很多个 很多个 懂吗 明白我意思吗 很多个形象的林黛玉 但有一个出现 他变成经典的以后 那他就是 你所有翻拍的人的一个 一个翻不过去的大山 懂不 真的真的 这所有的影视剧都是一样 你没拍的时候的话 就是一千个人 眼里面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你如果说一旦 那个经典的荧幕 他一般上荧幕以后的话 特别是让所有人都接受之后的话 他的形象就固化了 然后你那些想再翻拍 或者是想再做什么的 很难很难会再得到认可 就反正在我看 林黛玉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八六年还是八四年 那个版本 那个 那个演员 演的那个林黛玉 就是那个形象 就是陈老师嘛 对啊 就是那个形象 林黛玉就是他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 长得 长得又 就是又符合 然后呢性格啊 包括演技啊 都很符合 林黛玉的形象 所以就导致后面所有的 很难再入演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视觉跟思维的一个 跟一个就是 经典角色的一个固化 真的 你是 嗯 怎么讲的是 有点没办法的 贵妃哦 就是这种啊 这种固有形象是没办法的 真的很 咱们不说他 当时演的是 是不是自哪个人心中的 那个林黛玉 但是他 能演出来那个样子 那种神韵 就已经很好了 对吧 因为每个人 演的林黛玉 他自己 体会的林黛玉 基本上 大家都不一样嘛 对不对 但是他演的算是比较 符合大众心中的 林黛玉怎么样了 你确实 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觉得他配得起 心叫笔根多一跳 并又锡子剩三分 是不是 对对对 配得上 你就觉得这句 这句词用在他身上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你现在看看 就是这些 就是重新再来 演大悦的这些 有谁配得上这句词 是不是 哎呀 就很现在 所以那个电影 就是被 骂得非常惨 对 你就像 对 其实就明知道拍的时候 是不讨好的 你非要拍 你 你怪谁嘛 是不是 关键是 你也没拍得很好 你最主要是这个 对 贵妃 你说拍得很好 你还能硬杠观众 拍得还不好 哎 那个年代 那个小姑娘的长相 像 不不不说了 因为毕竟长相 这个东西 不好说 但是就是他整个人呢 入神运 就不像 就一点都不像 其实我是觉得 你没必要一直 就参考人家 人家老板的那些 但是你得对得起 怎么是怎么形容林大玉的 懂不懂 你得对得起 人家书里面是怎么形容林大玉的 你起码一个神运 跟一个 一个就是 母样各方面的时候 你能 你要 你要无限的接近吧 是吧 无限的接近吧 你装造这块的话 你可以不用 就是不用跟老板的这边 就对比 你自己做自己去 做创新的也可以 但是你不要那个嘛 你不要就是感觉 就你跟林大玉 啥关系都没有的那种 你说你是林大玉 谁他们能接受啊 嗯 是吧 人家都被骂了 又在那里玻璃心 哎 不知道说什么哈 他现在就是啊 他现在就是被 被骂了 然后说我观众不懂啊 什么东西 不是就是为什么要懂你啊 你不好看就不好看啊 真的是 我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懂你 然后将就你 就觉得很心塞 有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些导演 还有一些编剧什么类型的 特矫情 真的是 烂就烂了 我没办法共情啊 我跟你讲 我就是很平凡的人啊 我要是 我切过去 我切成聊天电台 为什么这英雄联盟 人家一进来一脸懵逼 蛤 这在玩英雄联盟吗 不是啊 是吧 无语死 然后 然后那个 然后 这也是 这个也就算了 你看就像 就像一个就是 以前的时候 我刚看那个定庄照的时候 刚看那个定庄照的时候 我看到张哲瀚 你们也知道我多喜欢 我有多喜欢那个天涯客 这本书 虽然说它是 它是皮大乃书里面 是它最不明 名不经传的一本 因为也很早嘛 是它以前的练笔 练笔的书了 但是真正是我看丹美的一个 一个 虽然说我很早就接触 接触gay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真正看 丹美小说的 还是就是天涯客 所以就算是我的白月光 所以那个时候 我刚看到你妈的庄照的时候 我本来这个剧主要拍 拍天涯客的时候 我一听说只有三千万的投资的时候 就是别人还过来 因为都知道我喜欢 他还过来跟我讲说 完蛋你的白月光被糟蹋了 你知道那时候我就一直在骂 这个剧主是扑该 你知道吗 扑该剧主 对啊 我一直在骂 我说你拍什么不好 你想走 我说那时候我就想着 你想红 想走红 想疯了吗 怎么拿我的白月光来糟蹋 那个时候 就是就是 我那时候的 更多的是这种情感 并没有说是 并没有说是 有后来的这种东西 知道吗 然后再加上 我知道他们的投资 又穷掉 然后后面又知道那演员 那演员就是 就是各个的在跑路 一个一个的在跑路 我那时候心里就想着 我说赶紧跑吧 这个扑该剧主开不起来就好了 不要 因为他经历了太多 拍剧毁小说的 知道不 经历了太多了 所以我又有心理阴影的 关键还是我的白月光啊 我就在 我就那时候想 赶紧不要开得起来的 赶紧跑路完了吧 然后直到后面是张志汉过去 过去救场的那种 我说 我靠张志汉 你是真不要钱的吗 神经病啊 然后就算了 我后面 关键是 后面他定那些演员 定一个跑 一个定一个跑 我就说 我就说 你要不也有人去找一下张志汉 跟他的档期冲突算了 不要让他去拍了 不要让他去拍了 他一站在那里的话 就别人还会去做招商 还有各方面的那种 那种 那种其他的之类的 但是 哪知道你妈 在那里屹立不倒 我那时候都又有点埋怨他 我就那时候就想了 我说你个猛 就是猛man又不猛 小娘又不小娘 就是 漂亮嘛 就出了很尴尬的位置是吗 我说你小娘又不小娘 漂亮又不漂亮的那种 因为那时候 他不是往猛man的那种形象发展 我说man又不是猛man型的 就刚什么周子书呢 我那时候就想了 真的有点埋怨的 然后 然后那个 那个 然后关键是 后面我听说 我听说 就是各方面的演员 找到位以后的话 就是龚俊去接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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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克星 关键是那个时候 就还好 你关键是知道你爸 我说 哈哈 龚俊他是疯了吗 就是 就是我那时候 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想骂呀 就感觉又 是因为 就是 一面之缘 又 骂不出口 然后又忍 又忍了又忍 然后关键是 我就想着 我说 我就 我就想着 就是还好是韩老师 我说 应该也有点魔鬼之所吧 我听说 这个剧组 把所有的钱都放在装造上面的 应该还是可以的 我那时候都说了 三千万全部都给 给 给韩老师搞装造了 我起码说 我觉得应该是要 松口气了 我就想着说 松口气来着 然后面 后面他酷 那个 拍了那个宣发 发那个宣发出来 那个土屁的跟那个阴间一样 我看的时候我直接窒息了 对 当时那个酷 那个 就是那个宣传造 我这个是啤啦 对 你劈劈的跟那个阴间滤镜 我 我那个 你懂吧 我就 我就一口气上不来 我说 三千万的装造 你就给我整这个 你就给我整这个 我那时候 我就是 就是 绝望了 你们知道吗 我想骂 就是马马皮 在嘴里面的 说不出来 就你能说什么骂 真的是我要 我要 我要疯了 然后关键是后面 他看他们那个路透 看他们路透 你看 就是你要知道 就是这帮人又缺德 就是本来我已经够绝望了 就喜欢看我更绝望 然后把你 你爸不是拍那个 跟你妈拍那个滚 滚山坡的 那个 那个紫色的 那个衣服 截出来 弄给我看 说 你看你的温克星 穿紫色衣服 够稍 我一看 那个紫色的衣服 我说 这什么东西 然后后面 就恐怖的又来了 那个粉色的 那个粉色的 对 然后你知道 最过分的是 你们谭老师的 那个装造剧组的 那个妹子 一直在挽着 没有 很帅 很好看 我说我不信 你们拍出来的照片 都是魔鬼 我不信 然后关键是 关键是 那时候我只是 只看了 那个紫色衣服 已经很窒息了 后面那个 就是韩老师 他们剧组的 那个 就是在我们群里面 那个小姐妹 她更过分 那个服装剧组的 那个女孩子更过分 她干什么 她把那个 就是温克星的 那一排衣服 全部给你 一个一个拍过来 她说 没有的 很好看 还有其他的 穿的真的很好看 我说我不信 眼见维熟 我已经见到了 太恐怖了 我那时候 真的很绝望 眼绿色的衣服 对 什么 浅绿色的 然后 还有关键是 那个浅绿色 就是 她跟着 伪学你妈的 那套衣服 那套衣服 还有 她还高领的 还是高领的 我看的时候 我说 这他妈谁 穿得出来啊 然后 然后后面 又来一个 那个粉红色 我说 这粉红色的 也是温客型的啊 他说 是温客型的 我自己晕过去了 我说 我那时候 就一直在骂 我说 谁耗得住 这种衣服啊 我说 韩老师 真的是 没有问题吗 然后 那个姐姐很委屈 说 没有 真的很好看 我说 给我看到图 都是 都是这种 见鬼的 都是见鬼的 然后后面 他说 那 给你看一下 周子书的 但是 就是 周子书的 就是 起码没有那么 五颜六色 没那么 五颜六色 我那时候 就说 还好 还好 我说 还好 还好 没有那么 花里胡哨 我吓死我了 我说 为什么要 给文科型 换这么多 这种乱七八糟 衣服 还有那什么 墨绿色 什么 大红色 这种 他说 文科型 这个人色 本来也就够烧的 烧的时候 又把那颜色 跳脱一点 感觉跟那性情 也蛮像的 我说 韩老师 真的是有远见 我说 真的有远见 不知道 还以为是 巴拉巴拉 小魔仙 对 后来出来 生活还是挺好的 对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就想着 我说 我说 谭老师是 是回去陪孙女 看那个 那个 魔 那个 魔仙宝 对啊 回去看魔仙宝 他也要 他是不是也要 跟我说 要你管 跟我讲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要晕过去了 后面关键是 那个宣传照出来 那个路透图 一套 一套 绝望 关键是 他那里面 所有的衣服 只看好 那对 就是 那个白色的 我真的是 绝望 然后 然后后面 我自己来 你冲凉了没有 哦 怎么不换裙裙啊 你的睡裙呢 不是在外面吗 在那里吗 你确定你冲过来 你确定你洗澡了吗 那你穿成这样子 我困了 我下雨 脚子头一点疼 我就睡觉了 你你你你睡觉是在这边 还是在那边 是吧 那过去那边画吧 过那边画 过那边画 过那边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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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剧的那个翻板 知道吗 对呀 真的 贵妃你知道那时候的绝望心情吗 她要睡觉了 没办法跟我共性 是吧 赶紧跟我去睡吧 不是我被雨教了 我现在头有点疼 突然那边睡了 我刚好我也下 我也有准备下雨 你当时 你当时觉得 丑的衣服 现在都是别人 争抢的对象 知道吗 但是去看的时候 去看的时候 去看的时候 他第一集也没有那么吸引我的时候 他们都跟我讲 你一定要撑过第一集 我说这不是所有的烂剧的 所有烂剧 粉丝喜记的第一句话吗 你撑过前面五集 撑过前面十五集 我说十五集 他们都快完结了 还要我撑 然后他们说 你撑过第一集就好了 我说我说我说我靠 你也是第一集 第二集就开始好看了 第二集就开始好看了 他第二集不就发烧 就烧了 他第二集就开始摸下巴了 懂不 他第二集已经开始尾水了 他尾水以后就很好玩了 对啊 对啊 真的很无语 就是他们 你知道是所有的烂剧的 所有的烂剧 就是 懂不 所有的烂剧 都 那个粉丝喜记都是说 你要撑过前面三集 你要撑过前面五集 甚至有些更过分 你要撑过前面十五集 我说 我说我是 我是 我是要生小孩吗 我要忍你 然后 然后我看第一集的时候 他们就说 你忍下过了第一集的时候 就很好看了 我就很耐 我就耐着心来下来看了 第一集 其实我觉得 第一集不好看了 我要再看第二集 就 慢慢的吸引我了 就很吸引我了 是的 真的所有的烂剧都跟你讲了 要你撑过前面的 我说你一开始都不吸引我 以后你还想后面吸引我 嗯 真香吗 对我是真香的呀 我后面看的时候就上头啊 我甚至还去看超太超可以 我觉得第一集 还可以吧 就是 脏包包那一集 那一集还行 我觉得第一集一开始 它不是那个 天窗的时候 就挺帅的呀 后来 不是不是 你要用帅不帅来挽留我 看不看这个电视剧吗 他还说我白月光 我是要看剧情的呀 嗯 然后 然后我第一集我真不行的 然后我看第二集的时候 就开始觉得有点意思的 我说哎 有点上感觉上了吧 但是 他拍完了以后我就觉得 他就是周子舒啊 他就是周子舒 你看其实影视话很恐怖的 是不是 嗯 影视话很恐怖的 我以前的时候我想过我的 我们 我的周子舒是 各种 不是 温克星的周子舒 是各种形象 或者是各种类型的人物 但是现在讲到 讲到周子舒 我第一个就是哲瀚啊 嗯 你越不了 越不过哲瀚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都说了 嗯 就就像就像别人说 林大一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都是陈老师 就是出去 是的 都是他一样 就像别人说 说起悟空 都是六小林童老师 他他已经固化了以后的话 你很难再有人在超越这些经典了 唉 真的 走了走了走了 你妈这什么 他他真的还不死心了他 怎么了 怎么了 他还在奋战那个 那个 奋战 对 我说奋战都搞不定 还想见变 告诉他冰箱里动动 就是啊 你要趴上去帮他去动动吧 反正他也只参与最后一步 对吧 那动动吧 哎 他他要是觉得这样子成功的话 我也没办法 你有没有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他就要 他应该会觉得这样子会成功 动一动 他就能成功了呀 想想怎么变变怎么变变 还有一种方法 阿杰你告诉他用冰粉 冰粉把冰粉就是剁成那种碎块块 然后怼在果汁里面 他也能达到一个缓冲的效果 也能渐变 如果他单纯只是想要用果汁来渐变的话 我觉得 可能那是液体 是渐不了 哎 等下你们对面都需要加点东西了 你想咱们去喝的那个 我还不如他原汁原味的给汤跟你爸喝 你家的东西他自己又没轻没重的 拉肚子怎么办 所以就是我还是要他 宁愿他一直失败 然后你爸回去可以 勤怨也还有果汁吃 果果汁喝是吧 勤怨还有果汁 你要加一些东西 加的有的没的 然后自己又搞不好 然后全加拉肚子 真不是 真不是我干嘛的 我对他的手艺各方面的时候 真的没那么看好 真是绝望 对呀 大白肚 大白肚可不是咱爸 大白肚是汤好吧 汤先送了 没问题 哪天你们汤马拉菇好久不出现 你问他 他说他在医院挂水 你更完蛋 我说干嘛 穿膝 是吧 对呀 那哪天你就看 哎 最近你怎么不出现呢 他说我在医院呢 我说怎么是在医院 你要问他怎么在医院 我说我穿膝了 你看这 你想想就觉得很恐怖 算了吧 还是让他自己去折腾原汁原味吧 你起码原汁原味就是 你爸跟你们汤马拉菇喝了 也没事是吧 没喝的问题 上次那个 那个南梅汁真的是绝了 还没喝完呢 但是你爸说这个东西过夜了 就不要留 就把它倒了 你们大马拉菇 看着你爸的眼神 就是他是神 对呀 关键是早饭也不能 也不好喝了呀 他把那个南梅汁跟那个 没喝完的西瓜汁给倒了 他说这些东西不要过夜 然后你妈一样听话 又把它给倒了 然后你那个 他马拉菇看你爸的眼神 他就是神 没办法他第二天还炸呀 但是他第二天就不炸那个南梅了 他换个水果打 对呀 他就芒果了 每天换新的 新的那个水果 他要搞那个什么 水蜜桃 他说是粉红色的 嗯 水蜜桃可以配那个 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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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妈是不是真的真的 人家那个水蜜桃粉红色是煮它那个皮 是煮的皮 才出来是粉红色的 肉没关系呀 肉是黄的 对呀 对呀 真的啊 那水蜜桃粉色是皮 不是肉啊 它又 你又打 你把那个皮给削了以后 你打出来的时候 它是有点偏黄的呀 对呀 他不会不知道吧 不清楚 都会人才 那 他 他用那个黄的那个 汁 就是肉 再怎么弄才弄不出来 粉红色呀 人家是煮皮 人家是煮皮 然后出来那个水 再加那个白凉粉下去的时候 它变成粉红色的果冻 是吧 那个波波 对呀对呀 就叫什么 波波波波波 呃 波仔糕 对呀 用的是 是它的皮来煮做的 我刚 晚完尊 就是为了西瓜 所做的一切 它就开始霍霍桃去了 是吧 不是 他 不知道那个肉弄出来的时候 是黄白的 偏黄的 那种 那种的 那人家粉红色的是煮的 是皮 不愧是他呀 关键是你们汤也不知道啊 哪 那还可以 这事真的不能再让汤被锅了 这不合适这个 他也不知道主要是 然后后面后面我 他说的时候我们就说你们 你们是猪吗 那个药 那个 什么药 药 它煮出来的时候是黄 偏黄的 有点乳白偏黄的 然后 那个人家粉红色的 人家用来做色素 食物色素的是 桃皮 是桃子皮 把那个桃皮给削出来煮 那个 煮那个桃皮后 它就是粉红色的水 再加那个 再加那个白凉粉 跟点糖下去的话 它就是 波仔糕或者是 或者是粉红色的 那个 凉粉 它就是这种了 然后 他说哈 我不知道 他哪一句我不知道 我说那你们 不是说要追求粉红色吗 就 炸出来的不是粉红色的 这也没清楚吗 他说他 他说他们两个 你知道他们两个 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是 他们两个给 给出来的结论 就是没炸到粉红色的 说他们两个 买的粉 买的水蜜桃 不够熟 行吧 炸出来不是粉红色的时候 人家给出来的结论是 就是那个 他们买的水蜜桃不够熟 不够粉是吧 真是人才 他说要 要那种就是快熟熟 很熟的那种 然后他那个皮都是 都是就是又 连又都是有点粉的那种 都有 又有粉了的那种 熟透了的桃哪是粉肉啊 是黄的哦 是红的 我记得红 就是那个水蜜桃 偷死了 红到发紫 哦对 是有点红有点 就是有点像那个火龙果的那种了 那个红啊 就熟 熟 那个熟透的那种啊 哇真的是人才 真的是 真的 阿嬷这个人真的略仇人 小做惊 人设不倒 你我 我就 我就想说 我们快下播的时候 我还给你六分钟的时间来挽作呢 你都挽不了了 没话讲了 我挽不了了 这是他 西挖我还好说 然后我就问他嘛 我说 我说 你们砸出来说 没感觉不对吗 没感觉不对吗 他说 他说 不对我懂了 我懂了 我懂了 你等着 我整理好了 我懂了 整理好了 一开始咱们 你也晚了 相信我 相信我 相信我可以的 你准备好了 那个 那个 是这样的啊 昨天我们 前天我们分析的 这个渐变 它的 它的基底是有西瓜 是不是 对吧 一切是为了西瓜 但是西瓜 要做分层 用别的水果呢 实际上 它很容易最后混合了 混合完了之后呢 最后就变成一种很奇怪的颜色 做牙把菜那样 就是知道这个是西瓜 我才喝下去 他说的是不测 他现在的进步的目标就是还挺漂亮 那么口感就不重要了 我们先解决颜色的问题 你知西瓜是深红色 他脑子里那个桃是粉色 粉色就是深红色的渐变 他为了达到这个渐变的效果 他现在开始转向桃做实验 他现在肯定是先实验只用桃 因为不能浪费西瓜嘛 是不是 他先解决桃的问题 拿捏好桃的颜色之后 然后再上西瓜 这样子就解决了两个颜色 依此类推 他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是草莓或者是樱桃 做最底下那一层西瓜做中层 嗯嗯嗯嗯 我跟你讲你还真猜对他的心思 然后我们跟他讲 不是皮组不出来的时候 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是草莓是不是可以打出粉红色 我是亲闺女有没有搞错 这点事情还难得到我 他说草莓能不能打出粉红色 我说草莓打出来的也不是你们要的那种粉红色啊 什么他说你说你跟他对话了 不是我们在群里面说话啊 跟汤说啊 汤啊 嗯 汤的需求 汤的需求是 不是 他老板人的需求是他要打出粉红色的果汁 然后汤 不是他让汤去买 嗯 然后后面回来失败了以后 他们觉得这就是是不是他买的不够熟 还可以去买那个 那个树莓 就是那个红色更更浅 就红色系的水果其实还蛮多的 为什么非得去桃呢 那桃只有皮是粉色的 你拿果肉你打死你也做出粉色来的啊 妈 我的韩国口音都出来了 妈 他的事物是这样的 他一开始先用 先用那个 先用那个西瓜 他觉得西瓜可以打出来粉红色 对吧 对啊 但是他发现西瓜不能放太久 放太久的话 让他那个味道会变 对吧 其实我更愿意到厚厚水 厚厚厚西瓜 因为炸西瓜没有任何含金量 是不是啊 你还有一点超红色 对 然后他就想到去买桃子 说桃子是粉红色的 结果发现 桃子炸了以后 发现他只能炸出来 也炸不出来粉红色 要只能 因为那个肉不是粉红色嘛 现在下一步是要去 要去试 试那个草莓 对吧 不行 你去哪里买草莓 真的 不行 火龙果加酸奶 那个粉色不透明 西瓜的红是通透的 他不能用这种 用白色勾兑出来的 他还是要透亮的粉 贵妃我还是 我还是真的要的 想要的去和和 那个西瓜就行了 因为西瓜很大 各个都和和 过去是也没有什么的 没有什么技术 那样子的话 起码就是他 就是让他有点成就感 不要让他去挑战那种 比较有难度的这种东西 让他加点 加点蒟蒻 冰粉 椰果 他还是可以做出来分层的 里面加一点那个 那个汤栗水 就行了 别提了 其实 状色也可以啊 就用黄瓜 或者猴猴桃 都是这种果肉比较浓稠的 他有可能会制造出那个 玄混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的颜色上面 好像也没有什么见地 毕竟 这这这这 这跟阿爸在一起之后 这衣服 衣品才上来 想起以前他那一身 800多个颜色 我现在就 嗯 所以 渐变色这个事吧 哎呀 阿妈 阿妈 就算了吧 别搞渐变色了 其实西瓜跟黄瓜一起是很好喝的 真的 嗯 我就哎 真的 我最近在你妈身上叹了好多气 嗯 他已经做了 得半个月了 每天尝试就为了搞这个东西 想搞出渐变的颜色 嗯 就是你说他这种不放弃的精神 就是 稍微放在别的地方 那也是他呀 Coreasy吗 不是 我是觉得他这种 呃 执着 比较执拗的这种性格 放在别的地方挺好的 就不要在 就是在这种 就自己没有的东西身上 就是那么 那么执着 所以每次他听他说 搞这个又搞那个的时候 头大 我宁愿他种 就是我宁愿的相信他种菜 真的 我宁愿他相信他能做菜 我都不相信他能搞好这些 唉 别提 都心 都是累 嗯 真的 别提 多累 那个谁 阿爸现在下班都是早晨五点 那他哪有 这 这汤 送早点这个事 不就变成他们的早午饭了吗 没有啊 你爸也不是说他一回去他就睡啊 哦 去饭再睡哦 哎呀 睡觉之前的什么面膜 什么七七八八糊糊糊的 比你还紧张好不好 真的是 嗯哼 你你自己想想你回来你一套下来 也要一个多钟了 你何况也 他们也差不多啊好不好 嗯 而且这个时候他五点多钟回去的时候 他也不会进房间面去吵你嘛 好不好 啊不得去巴拉巴拉吗 巴拉就醒了呀 你又不是说要要有那个有什么性质 说是要要干一票 嗯 嗯 他们现在的房间是粮食一厅还是什么 哎 啊 他现在租的那个房子是几个卧室啊 嗯 嗯 嗯 就那种一房一厅的 哪有啊 不巴拉他呢 那他睡哪睡沙发呀 橫树是要巴拉的 对吧 橫树 我 不是你也也看清楚啊 又不是说不巴拉是吧 他们又不是没巴拉过 又不是一天到晚巴拉 就是巴拉过来 巴拉过来抱抱抱抱上接着睡 我醒了呀 哎 你真的是 那哲涵他也是要那种早起锻炼的人啊 你真的巴拉他醒了就睡不了了 哎 好吧好吧好吧 他把我小摸些 不是 不是 人家 人家从老婆比你想的多的 多多的是不是 你妈基本上六点六点半 六点钟六点半这个时间 嗯 你妈如果说回来早的话 基本上也不会 也不会在这种这种时候 像你们汤麻辣姑 基本上都是七点 左右的时候拿早上过去啊 你老板娘什么时候醒 他老板娘什么时候醒 那清楚得很 哎 那倒时差吧 这个睡觉那个就就就醒了 对啊 他其实也没有 白天的时候 他们就在客厅里面鼓倒啊 你妈 你爸就睡觉啊 嗯 是吧 起来的时候 就一堆什么果汁 有命 对啊 还好他代谢好 真经不起啊 这样 果酸这个东西 果糖这个东西 其实还挺厉害的 不太好代谢 我现在五点以后 都不敢吃水果了 所以他一个疯狂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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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哈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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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